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木齐云西山区落落在真诚派谈的绝美山间 距离当地村落有个百来米 与村落之间的距离刚刚好 慢慢走过溪流上的石桥 便进入到了一个特别舒适的一个度假环境 过程就像接受了一个受洗仪式一样身心安宁 原来的土房子是典型的客家民居 没有广府青砖风格的那种厚重沉淀和雕龙画风 但有的是一些简单的灰瓦土墙和构建 却恰好地表达了我们休闲养心 古朴自然的状态 在整体气质上 一方面会遵循本地建筑风格 另外一方面也会用精致简洁的现代的建筑和传统的建筑形成鲜明对比 云西山区外边保持本地唯物原有的土墙 但是在内装的空间会出现一些现代的简洁的产翼的设计 就在一些石墙瓦顶的建筑形落里 穿插建造出一两个现代的玻璃体块出来 以古朴的建筑称托现代的简洁 以现代的线条凸显传统的文化 我们在本地搜集了很多的石花窗 老青砖 麻石板 还有老石墨一些东西 把它们特地放在一些特别精致的现代的建筑里面 这是我们比较得意的对比出来的一个细节 乐水轩最好的视野就是在我们现在所处的二层的露台上 周围群山怀抱 视野开阔 然后整个空间我现在最喜欢的就是一味茶匙 因为这个最能体现我们当初最想要的仪式而独立 坐望乡野间的感觉 现在还比较忙 但是偶尔有点空闲的时候 在茶匙里面坐着喝茶 收到周围的那种非常雅致的氛围的渲染 让我很感动和沉醉 最舒服的状态就应该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现在做的这些房子呢 如果客户过来体验他会发现很多很用心的东西 他也会感动 他也会越来越喜欢这个地方 这是我们觉得一直会愿意坐下气的一个动力 他真的有点好吗 他就会觉得有什么东西 他就会有什么问题 他不懂对我 你这样想要看 你这里怎么会呢